盗墓贼盗墓看到恐怖一幕 吓得两眼呆滞浑身颤抖 这言自己被吓了诅咒 事后记者找到考古队 记了对方言语闪躲 似乎在隐瞒什么 到底地下发生了什么 会把一个大活人吓成这副模样 保持你的好奇心 让我们一起走进鬼幕背后的秘密 时间2010年9月 地点汉寿县常德村 这天凌晨 一位村民起床撒尿 突然间一抹亮光射了过来 下一秒他用力的揉了揉眼睛 屁滚尿流就往屋里跑 这因为有亮光的地方是一片坟地 早年间曾有人大白天撞到鬼 从此便被视为禁地 没人敢去 天亮后此事传得沸沸扬扬 就在大伙以为那个村民是发疫症时 诡异的一幕又出现了 第二天晚上亮光又出现了 这一次还伴着绿色火焰 看得人头皮发麻 想啥呢 赶紧报警吧 半个小时后 110抵达了现场 在村民的围观下来到了事发地 结果没成想还真的有鬼 这间两米外踏出一个大窟窿 黑油油的直冒凉气 导动 事后连夜报告上级 安排守住带兔 转眼间三天过去了 那两个胆大妄为的盗墓贼 也成功落网 然而怪事才刚刚开始 接受审问时 主犯杨国华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好像在惧怕什么 难道他不是主谋 后面还有黑手 带着疑惑警方重新梳理了案情 结果现场的人证物证全都表明 眼前的男人就是这起盗墓案的元凶 既然如此 他为何两眼呆滞一言不发呢 就在民警百思不得其解释 杨国华颤抖道 有鬼我被诅咒了 我完了 什么诅咒交代清楚 然而当民警继续往下问时 对面的男人却无论如何都不愿开口了 事已至此 警方打算亲自走访一番 看一看到底是哪个鬼在作祟 结果刚一进洞就被吓傻了 盗墓贼盗墓看到恐怖一幕 吓得两眼呆滞浑身颤抖 直言自己被吓了诅咒 记者找到考古队询问真相 起了对方言语闪躲似乎在隐瞒什么 这是当天警方拍摄的真实画面 漆黑的洞内倒塌着各种不明石板 由于毁坏严重 还有暗流不断的往下渗 眼瞅着找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了 民警只好二次提审杨国华 也许是想通了 这次男人非常配合 据他回忆 那天他和同伴小李子刚一钻进洞 就听到耳边传来女人唱戏的声音 其晚中带着哀怨 甭提多慎人了 下一秒一个亡灵 在两人眼前一闪而过 吓得杨国华当即就打起了退堂鼓 接料小李子拦住了他 按照杨国华的说法 此人在盗墓界那也是有一号的 精通分金定穴 钻山打洞 哪里有目用眼睛就能辨别 于是二人继续往深处挖 没想到下一秒就传来了刺耳的尖叫声 只见一旁的小李子面色苍白 大张着嘴 拼了命的往外跑 难不成这墓里真的有什么脏东西 带着疑惑 急着敲开了当地文物局的大门 原来事发后 他们曾派人来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曾有村民亲眼目睹 专家带走了一些以此赔丧品的东西 然而没想到面对铁证竹山 文物部门却一个字都不愿透露 其怪异的举动 特地点燃了调查人员的兴趣 无奈只好来到村里碰一碰运气 没成想还真有了意外收获 原来这座禁地已经存在上千年了 据老辈说 曾经是一片古战场 再后来遇到荒年 人畜死绝 就沦为乱葬岗了 因为怨气冲天 时常有脏东西出没 以至于男女老少全都绕着他走 难不成那天晚上两个笨贼真的遇到鬼了 恰在此时派出所那边有了消息 杨国华有话要说 盗墓贼盗墓看到恐怖一幕 吓得两眼呆滞浑身颤抖 直言自己被吓了诅咒 事后记者找到考古队 记得对方言语闪躲 似乎在隐瞒什么 到底地下发生了什么 会把一个大伙人吓成这副鬼样子 就在刚刚杨国华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小李惊叫声发出的瞬间 脑袋上的泥土就开始掉落 紧接着天旋地转耳边传来轰隆声 若非自己跑得快 恐怕就要命丧地下 给墓主当陪葬品了 事后记者走访了相关专业人员 竟被告知杨国华二人遇到的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流沙墓 这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防盗装置 将炒好的细沙填于墓顶 一旦有外人闯入触动机关 轻可见就能将其淹没窒息而死 甚至有一些打官贵人 还会命工匠在沙里掺石头尖刺 生生把盗墓贼砸成肉酱 然而很快这个猜想就被推翻了 因为在墓葬周围压根就没有沙土 这就怪了到底是什么呢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 呼啸不得的一幕出现了 另一位参与盗墓的小李子 倒出了事情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盗墓高手 至于所谓的分金定学 更是小说中看来吓唬人的 他其实和杨国华一样好吃懒做 这次下幕仅仅是为了弄点钱花花 万一倒腾出什么价值万金的古董 那后半辈子可就吃香的喝辣的了 事实证明这俩就是一对棒锤 临时起义的乌合之众罢了 至于为何要选这片禁地 这因为无意间听到了当地传说 便本着试一试的想法挖了几下 没成想惹出这么大的祸 可怜的杨国华到现在还不知道 只搭档小李笨手笨脚挖塌了道洞 这才扭头就跑 至于什么亡灵诅咒 用心理专家的话来解释 杨国华毕竟是第一次干这行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中 难免出现各种错觉 再加上一系列意外 最终吓得他失去理智成了开头的模样 但对此村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坚信鬼火是存在的 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天考古队从这座墓中 清理出了一大批陪葬品 其中几枚宝剑上还带着淋淋寒光 造型独特价值不菲 很明显墓主人生前 起码是将军一级的人物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或论区留言讨论区留言讨论区留言订阅区留言订队